为了减少重症 希望大家能够提早领到口服抗病毒药 病毒医用药事项 研究显示 在新冠病毒感染五天内 血氧浓度不低于94% 提早使用派克斯诺维德 可以减少85%至89%的重症与死亡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使用 65岁以上的快晒阳性 或12岁以上的确诊者 只要有一项危险因子 如糖尿病就可以开递 有些药物如降血压 要降血脂药 抗凝血药 折去停药或改用其他药物 此药的无作用 包括无血轻微的高血压 肌肉痛或嘴巴苦涩 此药为紧急授权使用 医生会做完整的评估 并取得你的同意 派克斯诺维德 医疾有两片 奈马维特纷红的药片 及一片 医疗纳维白色药片组成 五天内 每天服用两次 每次三片 不能养碎 每额要加两万块 千万不要浪费 最后祝大家健康平安 顺利度过疫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u兑 愿者 杨栋梁 有密集成 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